就算过了我可以一起同流浪 如果那一旁我遇到最终撒击一生一世 7月1号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文艺晚会上 李克勤周深一同登台演唱歌曲《希望》 让不少观众惊喜万分 在TVB的舞台上看到周深出现 网友们很是激动 此前李克勤和周深合作演绎过很多的歌曲 两个人的声线 一个高亢空灵 一个稳重低沉 配合的很稳 也很容易带动现场的气氛 两人曾合作过歌曲 《天下有情人》《爱情转移》等等经典歌曲 两个人之间没有陌生感 每次合作都能诞生神级舞台 引得网友们纷纷关注 周深还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还唱了纪念曲《祝福》 一开口就拿捏住了港风精髓 说到粤语歌曲 周深还曾和李克勤老师 共同演唱过另外一首粤语歌 《粤扮小夜》曲 唱功发挥稳定 咬字精准清晰 情感收出细腻 唱起粤语歌来 真的是太有港风那味了 网友们不禁大呼 请深深组合给我锁住 今天晚上八点半 《为歌而赞》第二季 即将迎来收官百赞音乐盛典 周深会在《为歌而赞》的舞台上 将演唱《雷雨昕》 于2014年发表的纪念 周深将带领大家 徜徉在那个充满了回忆的 18岁的夏天 一起感叹着 无论时光流逝 最美好的时光 就是要珍惜当下 满满的回忆与憧憬 一起期待吧 奔跑吧最新的一起来了 本期奔跑吧 花式招人 制造悬念 李旦 清静和杨迪这三位 要来招人 他们在一起 就是好笑 李旦就像是现实中 套路满满的老板 李旦成功用同样的薪资 招到了Angela Baby 散步法让李晨也成功加入 怪不得旦总第一位员工 周深说被拿捏了 李旦 杨迪 精静 最后招人变成了求职 李旦我 最大的优势是正常面对 竞技激烈的双选会 李旦竟然用八万就打动周深 主动要求签约 我的薪资要求年薪 至少也要在八万以上吧 下一位 太八万了 我同意了 他同意了 我同意了 你同意了 同意了 八万 对我同意了 守护文化 小兔文化的老板李旦 妙辩卑微求之人 不仅高薪吸引 还向各位人才展示自己最大的优势 当然啊 奔跑吧 还有一个在搞笑的人 周深 蔡徐坤说 自己和周深是海尔兄弟 表情包猜词环节 蔡徐坤和周深穿着背带裤站在一起 黎晨说 你们两个好像 蔡徐坤还说 我们两个是海尔兄弟 说完 蔡徐坤和周深两个人 还一起摆了个pose 这场面确实是很可爱了 表情包猜词环节 杨迪贴好两个表情包之后 周深直接说出答案 情人 没有猜到自己歌曲的蔡徐坤 震惊地问 你是怎么猜到的 蔡徐坤猜不到的时候 其实可以猜猜节目组的内心 不过周深emoji猜词 真的就是神了 表情包猜词环节 周深居然是秒猜出 新鸳鸯蝴蝶 却在最后一个字上犯了难 居然猜出了新鸳鸯蝶床 好在最后周深还是猜出了正确答案 新鸳鸯蝶床 这歌出来的时候是在1993年 那个时候周深他才几个月打 也难怪差点猜不出 不管玩什么 周深都会贡献出超多的表情包 而且在表情包猜词环节 周深还是很细心的 他对掉下踩在纸牙板上的 金晨和金晋伸出手 说踩我脚上 周深成功让金晨和金晋两个人 脱离了纸牙板的折磨 真的又被周深的行为暖到了 照顾每一位嘉宾 虽然穿鞋了 但还是好暖 让两位女嘉宾减少纸牙板的痛处 很暖心 很会换位思考的人 接水游戏环节 由于洋迪队一共只有三个人 周深一个人承担了第一棒和最后一棒 在顺利给队友接完水之后 还需要快速跑到最后一棒继续接力 沉水又倒水 真是太忙了 每次看周深的节目 都会有一种距离很近 像朋友一样的感觉 奔跑吧最新的一期 周深又让观众看到了冷静 镇定又自信的一面 就像 再看看 这边